有一次张大千到天津,在罗真玉家里看画,指着其中一幅石涛画,表示画有问题。 罗真玉大怒,指着张大千的鼻子骂他无知狂妄。 张大千默默忍了下来。 三个月后,上海那边传出了一个轰动画坛的消息, 说在一个没落贵族的老房子中,发现了八幅巨幅的石涛山水画屏。 而这八幅山水,还是在史料中有收录记载的。 罗真玉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打电话给上海的画商, 让画商把原件送过来看看,几天以后,画商送过去一幅。 罗真玉看后惊喜万分,画的尺寸和他收藏的八大山人的字评完全相同, 他认为这是天赐的缘分,不由分说就把画留了下来, 并且让画商把剩余的七幅全部送过来。 后面就开始谈价格了,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讨价还价, 最终决定五千大洋成交。 罗真玉得到这八幅石涛画屏后,心里非常得意。 和八大山人的行书调平装表在一起后,邀请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赏画,张大千也被邀请了。 西间罗真玉没飞色舞的介绍得到画的过程,以及画作的珍贵。 朋友们也都连连称赞,而张大千只是埋头只管吃喝。 等到酒宴结束后,众人都散去的时候,张大千留在最后,便又开口说道, 这八幅石涛可有点靠不住啊。 罗真玉一听大为恼火,差点和张大千动起手来。 可是张大千从容不迫地说, 老师请息怒。 这八幅画的画稿和印章我都带过来了,请您老过目。 然后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包裹,画稿和印章一应俱全。 罗真玉瞬间汗流浃背,面如死灰。 其实啊,这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商们的老套路。 先放一点风出去,看罗真玉上不上钩。 等罗真玉一通知画商送画,张大千就赶紧先伪造一幅出来。 罗真玉看过后,把这幅画留下来,生意基本上就谈成了。 趁着罗真玉和画商讨价还价的期间, 张大千再把另外七幅感化出来。 天时地利人和,相互配合得好,一步扣一步, 只要罗真玉一动心,那就非上当不可。 这就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手法是真高明,可也是真缺德啊。 除了这些因为造假结仇的,还有因为买了张大千、假画而结缘的。 许悲鸿就是其中之一。 据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说, 1930年,张大千把伪造的石涛画放在一个古董商那里寄卖。 这位古董商和许悲鸿很熟, 就把一幅石涛的山水画拿给许悲鸿看。 许悲鸿看了半天, 无论从笔墨、落款、印章, 以及用的画纸等各方面来看, 确实是真品无疑。 古董商开价300块大样, 一块也不能少。 许悲鸿当时没贷那么多钱, 过了几天实在忍不住还是拿钱去买了回来。 后来张大千来拜访, 许悲鸿就把新收藏的石涛画拿出来请张大千鉴定一下。 张大千看了以后没有评论, 反而问许悲鸿觉得如何。 许悲鸿说, 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石涛山水, 绝对是石涛的精品之作。 张大千这也是废话。 许悲鸿亲自掏腰包, 花巨资买回来的, 你说他觉得如何? 他如果觉得不好, 就不会买了。 不过这也是张大千出于炫耀为目的的, 故技重施。 于是张大千就说, 这样的话我也能画得出来, 算不了什么。 说着就把画的一脚挑开, 背面露出了他的那个标记, 原子。 这时候许悲鸿才恍然大悟, 直到自己看走了眼, 凿了盗了。 不过据说张大千把三百大洋还给了许悲鸿, 并且说, 这幅画就算是小弟送你的了。 许悲鸿从此对张大千是非常佩服, 后来还请他到中央美院做教授。 许悲鸿后来的那句著名的五百年来一大千, 原话是说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许悲鸿此画指的是张大千造假画的水平五百年来第一人, 并不是说张大千自己的艺术造诣。 毕竟张大千那时候也就三十多岁, 而当时齐白石已经名震世界了, 还有很多泰斗籍国画大师正活跃在画坛呢, 至少就当时张大千个人的艺术造诣是担不起这个赞誉的。 这个五百年, 说的是前二百五十年和后二百五十年加在一起, 没有人能超过张大千的。 也就是类似于前五古人后五来着的意思。 换个调侃的角度来看这句话, 是不是可以说, 哪怕是古代的二百五还是未来的二百五都没有张大千二? 呃,牛。 还有一位被骗的大人物, 就是全清东三省的少帅张学良。 当时社会上对石涛画作的热爱实在是狂热, 连少帅张学良也是石涛谜, 曾经耗费巨资搜罗了不少石涛的话, 但其中有很多都是张大千的伪作。 有一些被人鉴定过确认是张大千的手笔, 张学良知道真相后便邀请张大千去家里吃饭, 张大千也不免有些惶恐, 就怕这是一场鸿门宴。 不过以张大千的性格, 敢做就敢认, 得罪大佬也不是头一次了, 更何况风险与机会并存, 所以他还是去赴宴了。 临出门时他还嘱咐家里人, 如果长时间没有回来, 就赶紧找人去打听打听, 走走关系了。 一起参加宴会的还有很多北平书画界的名流, 让他意外的是张学良不仅没有责怪他, 反而对他很热情, 还给他介绍认识了一些达官显贵。 张学良跟来宾们介绍说, 这位张大千先生, 最擅长临摹石涛的话, 我收藏的石涛画中有一些就是他的杰作, 说完拿出他的收藏给大家欣赏, 大家对张大千的技术也是赞赏咬家。 话说为什么当时有很多人明知道张大千是造假画的, 还跟他关系很好呢? 我觉得有利益共同体的因素在里面, 毕竟张大千造假造得最好, 而且他自己又是最权威的石涛见顶专家, 那如果跟他合作的话, 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得到石涛的真迹, 来送礼或者转卖, 那不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 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嘛。 张大千造了那么多假话, 如果没有销路, 那也就是失去了造假的云动力, 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邵帅就是邵帅, 张学良也有反将张大千一军的时候。 1930年, 有一次张大千在古玩店里发现了一幅清代画家新罗山人的画作《红眉图》, 经过讨价还价之后, 双方以三百大洋成交。 可惜张大千没带那么多钱, 所以就签订下了这幅画, 约定第二天过来付钱拿画。 谁知道张大千刚走没多久, 张学良也进了这家店, 也看上了这幅画。 老板说这幅画已经被张大千买了下来。 张学良问有没有付定金? 老板说没有。 张学良说那这样就不能算成交咯? 于是便出了五百大洋买了下来。 店老板一时不敢得罪张学良, 同时又能夺赚两百块, 何乐而不为呢? 张大千第二天到店里去取画, 直到是被张学良给撬走了, 也无可奈何。 多年之后, 张大千旅居巴西, 有一次去台湾拜访老友, 期间见到了张学良, 还跟他聊起了这件事, 说, 如果我当时贷够了钱, 那幅画就不会是少帅你的了。 结束行程, 准备返回巴西市, 张学良去机场给他送行, 分别是张学良给张大千送了一个礼物, 用红绸布包裹着, 还特意说, 让他到家后再打开看。 张大千上了飞机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 原来包裹里正是当年那幅新罗山人的红眉图, 张大千顿时热泪盈眶。 这件事也逐渐得两人的关系之好。 1978年, 张大千到台湾定居, 两人的交往日益增多, 还和张群、 王新恒约定每个月 在张大千的居所摩耶经社聚一次, 直到1983年张大千去世, 这幅红眉图确实见证了两人的友谊, 不过看看前面张大千 欺骗成林生的圈套, 我严重怀疑这幅新罗山人的红眉图 会不会也是张大千的杰作, 和古安店老板串通好, 用着熟悉的戏码欺骗张学良。 毕竟这种小圈套, 张大千可是手到擒来, 因为张大千伪造的古画, 可不只是石涛一个人的, 几乎有名的古人他都造了个遍, 只不过石涛最火热, 造石涛的画最容易卖钱, 所以造的最多而已。 据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收藏里, 有几十幅石涛画都是张大千的尾作。 另一方面, 张大千欺骗可是不必亲友的, 有钱皆可骗。 按张大千的性格, 如果是他造假的, 他后面应该会说出来, 不过后来两人关系很好, 张学良又微高权重, 而且张学良之前已经买过很多他的假话了, 即便这幅画是他伪造的, 想必也不会说出来。 而且造那么多假话如果都说出来, 那这生意还怎么做呢? 真相可能也只有张大千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了, 张大千身边的人可没少上他的当。 还有一种就是离毛换太子。 据说张大千有一次, 知道朋友收藏了一幅古代名画, 画的名字我是忘记了。 他跟朋友说想借来欣赏临摩, 朋友便把画借了给他, 可张大千临摩完后, 竟然把他的临摩品还给了朋友, 而把真迹偷偷自己留了下来。 他朋友也没有发现, 这真是房不胜房啊。 做张大千的朋友真的是要万事留心啊, 因为他的技术和骗术都太高明了。 他的好友王继谦曾经问过他, 为什么要卖假话给别人。 张大千说, 这帮人有钱, 但又不懂话, 卖给他们真话多浪费, 不值得。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看出来, 张大千为了成名和挣钱不择手段。 不惜造假话故意去挑衅名人大佬, 炫耀自己的话迹, 达到快速在业内成名的目的。 同时还挣了很多钱, 别人往往都是造了假, 就算被人揭穿都死不承认, 而他却是主动揭穿自己, 并且还以此到处炫耀。 很多造假的故事, 在他晚年时候经常跟朋友津津乐道。 张大千晚年有一次, 在纽约华美协进会做学术交流, 大都会博物馆远东部李沛先生, 用幻灯片在讲八大山人的作品。 张大千也在做, 李沛是用英语讲的, 张大千是听不懂的, 只看幻灯片。 当时放出了一张, 李沛讲得正高兴, 张大千却大声用中国话说, 这张是我画的。 在场的中国人都哄堂大笑, 只有外国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合我们前面讲过的, 张大千出家时, 两次跟船夫打架的事, 就能看出来, 张大千确实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规则破坏者, 他不会被道德束缚住, 并且脾气暴躁, 不管对方是不是名人大佬, 还是有权有势, 不服就干,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再回想一下他年轻时候, 当土匪的经历, 不知是做土匪的经历影响了他, 还是骨子里就带的这种匪气才做的土匪。 看了他后面的这些经历, 我很怀疑他当时是不是主动去当的土匪。 当然这是玩笑话, 张大千造假化手段如此高明, 导致那么多名流上当, 那我们来看看张大千手段是怎样的,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绝招和讲究成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 造假化通常要注意几个事项, 首先造假的对象名气要大, 名气不大卖不出好价钱。 第二是避免引起过争议的内容, 有些画本来就被一些鉴定家们鉴定过, 对真伪已经存在争议, 再去仿造就会横生枝节, 惹来纠纷。 第三就是顾虑到纸的年代, 仿造同时代的古画, 以及和自己笔法、风格、类似的画家。 张大千造假化一般是先提款, 款没提好就放弃掉, 只有款提好的才开始画, 毕竟画画的时间要长, 而提款较快, 如果先画好了画后提款, 那提款没提好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 通常采用的表现形式是, 改变画幅的形式和比例, 由横幅再删减增加一些内容, 变成束缚。 第二是改变提诗, 把原画中的诗改成其他的诗, 或者是没有诗的画上提上石涛或者古人的诗。 第三是改变原画的印章。 第四是从几幅真迹中抽取素材, 拼成一幅新的构图。 第五是画繁为简或者画简为繁。 第六是把黑白的水墨画加上色彩等等。 张大千想要成为造假大师, 首先要成为鉴定大师。 贤甜的过人的记忆力和分析能力是一个基础条件, 还要见多识广。 见得多, 眼界宽, 外行也能变成内行。 这要得益于它的经济条件, 和广泛的社交关系。 有了足够的经济条件, 才能够购买名画、古画。 社交广泛才能够认识那么多的藏家和画商。 其次是识, 也就是鉴别。 看得出真假和好坏, 最后是知。 就是丰富的知识, 比如古代画家的诗成、 圆圆、 用笔用墨、 风格变化, 以及古画在历代藏家手中的传承等等。 这就需要对古画进行大量而且丰富的研究。 鉴别一幅画是不是真古画, 就是看时间。 撇开画的内容本身, 要先看画纸的材质, 就是古画绘制的年代有没有这种纸。 第二要看这幅画所显示的迹象, 有没有经历过若干年代, 因为不同年代的造纸材料和制造工艺都有所不同。 虽然画可以作就, 但如果对历代造纸的知识以及装表工艺 都了如指掌, 那就可以对照鉴别。 按照收藏界的说法, 古画十张就十一张靠不住。 十张就是十张, 哪来的十一张呢? 因为有一种常用的方法, 就是大幅改小幅, 自然就多出一张来。 而且只要是名家古画, 就必然有假, 甚至你看到的古画真迹本身, 可能就是假画, 因为自古以来就造假成风, 要不说这行水很深呢?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古代画家, 范宽和米芙都是造假大师。 不过他们也都最终成为了大师, 所以即便是造的假画, 也成为了价值连成的名画。 那再看张大千不是也一样吗? 有部古书叫《庄黄志》, 书里讲了很多装表字画书籍的款式和工艺技巧, 这也是鉴别古书画的必修课。 张大千曾在家里养了两名装表工, 可见他对装表的重视。 装表向来以书表为最好, 但装表的高手以前多数都集中在北平, 琉璃厂就有很多装表方面的聪明故事。 清朝初期时, 有一次朝廷需要装表工, 下令让苏州送四名装表工人进京。 装表工到内务府报道后, 内务府要先进行考验, 给美人发了一个细腰葫芦, 要求在葫芦里面表上一层纸, 作为礼子。 其中一个人想了很久, 把葫芦地切掉, 塞进去一些很小的碎瓷片, 然后和同伴一起轮流搅动。 葫芦内壁的碎屑就不断洒出来, 觉得差不多了就到处碎瓷片, 用手指轻弹葫芦, 葫芦发出清脆的声音, 就知道葫芦内壁已经光滑了。 就这样在不破坏葫芦本体的情况下, 巧妙地给葫芦内壁做了抛光。 接着就把白棉纸用清水泡了一页, 让纸化成纸浆, 搅拌均匀后灌进葫芦里, 随即倒出去。 等干了以后, 再灌进纸浆, 反复几次就完成了。 交给内武府后, 内武府抛开葫芦, 里面有一个光洁完整的葫芦纸胎, 装表工就通过了考验。 所谓装表玩的就是纸, 所以要学装表, 首先要先懂纸。 自古以来, 很多风雅的皇帝, 以及一些高官贵族, 都会保存历史千百年的明纸。 造假化用古纸, 那自然是如虎添翼, 更加让人难以辨别。 张大千对古纸的鉴别就十分精通, 因此他经常留意搜罗年代久远的古纸。 一方面可以用来造假化,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鉴别古画时, 做个参照对比。 而且古纸做画非常好用, 但并不是说纸放久了就好用, 而是古人做事从不偷工减料, 纸质本身就结实光洁, 画起画来, 既不会渗墨也不会死板。 当然这指的是孰宣旨。 张大千曾经举例说明, 熟宣旨, 以前是人工用木锤锤熟的, 现在的熟宣是用刷浇反水的方法做成的, 既不上墨还很色。 又比如安徽宣城出产的宣旨, 以前是用檀树皮做的纸浆, 写字画画都很好用, 现在的往往是用稻草代替, 外表看上去虽然一样雪白, 但纸质不厚, 而且很松散, 画起画来就不好用。 用纸讲究, 用墨更是不能马虎, 墨里面的学问也是大的很。 在唐朝, 最好的是灰州层的溢水墨, 是当时一个姓祖的墨官造的, 宋朝人最喜欢的, 是山东眼州层的眼墨, 眼墨是用松烟造的, 也就是松木燃烧后产生的黑烟而形成的黑灰, 色泽肥腻, 质地沉稳。 元朝传世的墨不多, 以竹万初造的墨最有名。 到了明朝, 特别是嘉靖万历两朝, 造墨名家备出, 民间藏墨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一般藏家藏的是方雨鲁成军坊造的墨, 但当时最好的墨是严实藩的谋士罗小花造的墨。 藏墨呢就像藏雁台, 主要是用来观赏把玩的, 雁台偶尔还会有人日常使用, 但明墨就舍不得用来写字画画了, 明朝的墨已经成为古董, 但是舍得拿古董来画画的, 恐怕就只有张大前了。 他画的六张巨幅, 后来被美国读者文哉杂志社, 用十四万美金购买的墨盒图, 就是用的一碗明墨, 当时价值六千台并。 张大前还解释了用旧墨的道理, 说墨和纸一样, 也要越旧越好, 因为古人造墨沿倒得非常细, 用胶多少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 而现在的墨跟古人的差得很远, 胶又重又浊, 胶是又粗又杂, 就很不好用。 根据张大前的鉴定, 清朝内务府的墨, 是光绪十五年前造的才是好墨, 乾隆时期的墨更好, 因为是用明朝年久碎裂的墨夹胶后, 重新制成的, 又黑又亮, 用这种墨做画, 墨分五色, 光彩夺目。 有了好墨, 就要会用, 如果不会用, 再好的墨也没有意义。 如果有人问张大前墨的用法, 张大前会看对方, 如果是外行, 就会告诉他, 墨有两种, 一种是松烟, 一种是油烟, 画画用油烟墨, 因为有光泽, 松烟没有光泽, 在画画的时候只适合渲染头发。 至于罐装的成品墨汁, 使用方便, 但用于书画就不行, 因为罐装的墨汁一旦沾水就会滲开, 没法装裱。 不过张大前指的是以前的罐装墨汁, 现在的罐装墨汁有专门用于书画的, 可以进行装裱的。 并且现在大多数中国书画家用的都是成品罐装墨汁。 只是买的时候要问清楚买家便可以了。 像张大前这样讲究的大师, 一定是要人工磨墨来用的。 有钱的会有专门负责磨墨的人,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古装剧里, 达官文人写字时都会喊一声, 来人, 伺候笔墨。 没钱的或者自己更讲究的就是自己磨墨。 磨墨是很好功夫的, 有的要从半夜开始磨墨, 一直磨到天亮, 才能磨上一缸墨, 供白天使用。 遇到内行, 张大前就会跟他说, 用墨要勤, 勤子最简单也最重要, 宴台要时时清洗, 不能留宿墨, 也就是隔夜墨。 宿墨胶散, 色泽暗淡, 还有很多渣渣, 写字画画都不好用。 如果说墨是弹药, 那毛笔就是枪, 可谓是重中之重。 史书上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田发明的, 他发明的毛笔叫苍蚝, 是用褶木做笔杆, 鹿毛和羊毛做笔蚝, 但在民国初年, 长沙的战国古墓中发现了一枝毛笔, 是用上好的兔毛制作的, 做法跟后世不同, 笔豪用丝绒缠住, 外面刷上漆, 而不是像后世这样插在竹馆里, 这证明在秦朝之前就已经有毛笔了。 张大千喜欢用上海杨振华的笔, 杨振华也特别推崇张大千的画, 制笔经常会征询张大千的意见, 张大千每次定制毛笔, 一定是大中小各五百只, 因为他画工笔花卉和侍女图都一定要用新的毛笔。 制笔通常用羊蚝、子蚝、狼蚝、鸡蚝、兔蚝。 杨振华制笔曾经用过马蚝, 张大千则特制过牛蚝, 这种牛蚝必须要用牛耳朵内的毛, 而且只有英国某地产的黄牛耳朵内才有这种蚝毛, 当时英国最名贵的水彩笔就是用这种牛蚝制成的。 这种牛蚝制成的毛笔, 吸水饱满有力,弹性还很好, 写字或者画写一画都非常好用。 这种牛蚝来之不易, 据说要两千五百多头牛才能采集到一公斤。 张大千托人找关系,花了重金, 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公斤。 带到东京, 找日本制笔最有名的玉川堂和喜屋两家笔店。 精挑细选,一共才做成了五十子毛笔,非常珍贵。 张大千还给这批毛笔起了个名字, 叫一坛主蒙。 他说,既然用牛耳毛, 用此笔就如同织牛耳。 织牛耳是一个典故, 古代诸侯国之间定立蒙约, 就是用割牛耳朵的血来煞血为蒙的。 由主蒙国的代表拿着放牛耳朵的盘子, 所以把主蒙国称为织牛耳, 后世饭旨最有权势最尊贵的人。 但是这样启明后就不好自己用了, 那就显得自己太狂妄了, 所以他都是送人用的。 比如他早年的知己好友谢志柳, 就曾经获赠两姿。 还有后来和毕加索会面, 也有赠送给毕加索。 最后讲究的就是印章了, 据张大千自己估计, 医生用过的印章不低于三千个, 当时的刻印名家几乎都给他刻过印。 张大千对印的原则是, 印章以方形为最佳, 视为正宗, 其次呢,原形也可以。 如果是腰原形或者不规则型的印章, 会显得小夹子气, 这种印章都不能用。 画公笔适合用圆珠印和满白印。 写一画可以用两汉观印的形式, 名号印之外可以用弦章, 但不要俗气, 最好结合画面采用古人的成语。 张大千用的有六种印章, 第一种是名号印, 比如张元、大千、大千居士等等, 是自己的名或号, 第二种是别号印, 比如巴德园长、夏立巴仁等等, 多数用于书画小品或者写一画, 或者在给送好友的画上用, 收藏的书画上一般不用这种别号印章。 第三种是摘管印, 是表明他作画的地方或收藏画的地方, 比如巴德园、大风堂、 环碧安等。 第四种是收藏印, 张大千是超级书画商, 他的藏画上通藏印, 大风堂珍藏印, 或者藏之大千, 而以子孙印, 是用在用来做传家宝的画上。 第五种是纪念印, 对别人的纪念或者对自己的纪念, 比如他晚年因为糖尿病而导致右眼近乎失明, 就用过三方印,独居之眼, 一目了然,和得心应手。 对别人的纪念印, 如果是祝寿的画上, 就比如一戒眉寿, 贺岁的画上长印春长好。 第六种是点缀印, 也就是弦章, 比如表示作画时间的丙尘印, 专用于颇彩画的批馄饨手等, 主要是用来点缀画面的, 不过张大千自认为重要的作品, 特别是山水画, 是很少用弦章的。 这些张大千对印的用法, 也可以作为鉴定张大千作品真伪的参考。 张大千对笔墨纸印, 以及装表的讲究, 可谓是到了极致。 话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有了这些好的材料, 是一副好画的基础条件, 正是因为他对画材工艺的极致要求, 才使他造起假画来得心应手, 成为造假大师, 也正是因为他造假的知识丰富, 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 其实回头来想想, 张大千造的假画, 除了署名不是自己, 但从用才到画的内容, 都是顶尖级的, 画绝对是好画, 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像石涛那么大的名气。 张大千造的假画, 可以说是比真迹还真, 因此才有人说他是对石涛的发展。